前不久,那姐写过韩国的畸形娱乐圈 痴人的韩国娱乐圈 韩素希发布诡异画作《被指,濒临崩溃,对外求救》 没想到话音刚落 8月29日,韩国女星刘朱恩又自杀叙事 年仅27岁 接二连丧逼风逼死艺人的韩国娱乐圈 真是让人毛骨悚然 95后的刘朱恩在韩国名气不大 代表作是2018年的电视剧《Big Forest》和《朝鲜生存记》等 在外界看来,刘朱恩是一个青春,靓丽又爱笑开朗的田姐 所以她的自杀让人惊讶 唯一的征兆就是自杀前,刘朱恩的视野一度停滞 有段时间没有戏拍 这段时间里,她的生活照久 还被哥哥拍到荡秋千的视频,略显落寞 刘朱恩去世之后,他的哥哥透露,其走的时候没有一丝恐惧 非常冷静安定 哥哥一公开了他的遗书 自立行间透露着心徒不顺的心酸 而自杀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他在遗书中写道 我真的很想演戏,或许这是我的全部 可惜这条路一点也不容易 但我却不想做其他任何事 所以才感到很绝望 我意识到拥有梦是一种祝福,同时也是一种诅咒 这部分遗言,乍看之下没有异常 但一句,我却不想做其他任何事 却让人感到极被发凉 因为这很容易就联想到其他几位自杀艺人的遗书 首当其冲的是在2005年自杀的另一位韩国女艺人 李恩珠 据爆料,李恩珠的死因就是深浅沦为了高层的玩物 曾经经历了长达数小时的侵犯 而年仅25岁就在家上吊自杀的他 留下了皈依的带血遗书 其中写道 我非常爱电影视野,也非常渴望演电影 现在的生活不是人活的生活 我不想怨恨任何人 这段话与刘朱恩的遗言和其相似 第二起则是触目惊心的张子言 自杀事件,在他的万子遗书里 张子言痛诉他被经纪公司强迫向权贵阶层 提供赔酒赔税服务 稍有不从就遭经纪人殴打凌辱 而张子言最终被经纪公司强制进行绝育手术 让他永久散失了生育能力 直接导致这位花旗少女含恨自杀 三个含恨离世的年轻女艺人 前后跨度十多年的离奇自杀 似乎都在影射韩国影圈的万恶之源 只手遮天丧尽天良的韩国财阀 而有行人也注意到 韩国顶流女艺人宋慧桥 不久前连续两天高华热搜 词条只有简简单单三个字 感觉字越少事越大非常神秘 原来是乔美的所谓大瓜被人扒出来了 人设一丝崩塌 爆料人称乔美为人非常懂事 被财阀当成宠物一样送来送去 也抖出了他和前男友李炳县 炫兵以及前夫宋仲基的所谓分手内幕 由于爆料缺乏实锤 荒荡不羁 可信度不高 但宋慧桥与韩国财阀的关系越发扑朔迷离 也许在污浊不堪 臭气熏天的韩国影圈 曾经偷睡漏睡的巧妹就是一股清流 凭借着自己的纯天然美貌 顶尖影迹和逆天好运气就能长红25年 央视网曾报道 从2005年至今 韩国已经有超过30位隐医界人士自杀 而实际上 畸形的娱乐圈只是绝望的韩国社会的缩影 根据2017年 世界卫生统计报告 韩国自杀率高居亚洲发达国家第一 全球第四 自杀已经成为韩国人的第四大死因 更是10岁到30岁年轻人的第一大死因 韩国每10万人中有25.6人 死于自杀 平均每天36人自杀 每40分钟一人自杀 是发达国家平均值 平均每10万人 12.1人 死于自杀的2.4倍 在财阀垄断的韩国 阶级固化严重 贫富差距日益拉大 普通人如果想跨越阶级 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是娱乐圈 综上所述 对于没背景的普通人来说 这是一条吃人不吐骨头 极其残酷的路 第二条就是通过高考上名校 然后到财阀控制的大企业下 为其卖名 疯狂加班内卷 在这种背景下 也难怪韩国年轻人 现在没时间 也没经历生育 2021年 韩国出生人口下滑至 26.06万人 打破了世界最低生育率记录 英国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 大卫科尔曼甚至预言 韩国将是全球第一个 亡国灭种的国家 兴风作浪的财阀 似乎也在将整个国家送上不归路 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出生在那里 你怎么看待 评出艺人自杀的韩国娱乐圈 和绝望的韩国社会 韩剧备受年轻人的喜爱 不仅剧情缜密 最主要的是 演员的颜值都十分到尾 大家从中认识到了很多韩国艺人 今日 韩国记者发了演员 刘朱恩的黑白照片 被文称 已故的朱恩 大家才知道年仅27岁的他在今天去世了 后续他哥哥在他的社交平台 也宣布了刘朱恩今天去世的消息 并称有时间的人 请到朱恩的路上大声招呼 似乎是在邀请大家参加刘朱恩的葬礼 据韩美暂定于本月31号在殡仪馆 为其举行葬礼 一位年轻的演技新秀 为何会突然自杀 在生前 他的动态中全都是灿烂的笑容 十分耀眼 让人感觉是一个阳光的女孩 没想到竟然能选择自杀 让大家不禁好奇 他的自杀理由 随后 其哥哥公布了刘朱恩生前留下的遗书 他表示 他选择离开非常对不起亲人 但是自己的心在尖叫 是心不想活 他还鼓励亲人们勇敢的活着 自己会看着他们的 这些是普通的告别内容 但接下来 遗书所说的 自杀原因却引人深思 我太想演戏 但这样的生活并不容易 这太过绝望了 身为演员的他 演戏为什么能成为不义的事情呢 而且又因为什么痛苦呢 网友纷纷产生怀疑 处于花季的女演员 在突然之间就宣布去世的消息 即使是事业失败 又怎么能够成为结束一切的理由呢 明明遗书中还要叮嘱亲人好好生活 不要伤害身体 他自己又怎么会不了解生命的可贵呢 刘朱恩至今出道才四年 时间不长也不短 但其中 他接的影视作品却极少 18年以Forest出道 即使是一个小角色 他依旧用心 第二年出演朝鲜存日记 但是后续就几乎没有其他作品 刘朱恩要容貌有容貌 要身材有身材 在众多演员中也算是有特色的 但道理不应该 四年接不到什么资源 或许他也为资源想过办法 但一个毫无背景的小女星 在不缺实力派演员的环境下 又会为了资源 接受哪些不公平的待遇呢 试问 如果一个人只是事业实力 又怎会绝望呢 直到去世 他都抱着不能演戏的遗憾 近些年 韩国因自杀去世的年轻女艺人 越来越多 一个敢独身前往娱乐圈的女孩子 勇气并不会少 但她们依旧败在花开之时 到死都抱着遗憾 希望每位艺人都能健康的成长 希望他们能在天堂 完成自己的梦想 一路走好 到底刘朱恩经历了什么 让他的家人选择了冷静的沉默 大家也是包饼不一 甚至很多粉丝也是呼吁 必须要给一个说法 对于会不会有结果 他们也无法确定 只能尽一份力 通过刘朱恩去世这件事 无疑也给无数年轻的艺人提了一个信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一定要学会保护和爱护自己 莫不要轻易地选择了生命的终结 否则只会愁者快 轻者痛 如果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摧残 一定要沉得住气 稳得住 当有一天足够强大 不妨仗出来给自己伸张正义 如果实在招架不住 与其选择消失不如大方公开所有 既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尊严 也间接保护了更多的人 也算是生命终结的最后一点贡献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